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目前這張是學校校園裡面 中坪旁邊那個樹 因為去年颱風被刮打 這是二月份的時候拍的 剛剛那一張,前面那一張 樹根翻倒的那一張 去年颱風三河經過屏東以後 學校的一些榕樹被拔洗 整個地平破壞 到二月份都還沒成立 我去拍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要噴防蚊液 而且要穿長袖 為什麼?蚊子實在是太多了 我想各位如果想去打野戰 生群遊行的話 李宗盛應該是蠻適合的 因為很像荒野 那你看,最近去的時候 樹枝已經鋸得差不多了 但是也一直在焚燒 大概都還可以看著 顫道吹煙鳥鳥 有其他的 這個都是在那個 颱風過後的殘破的景象 那現在大概已經清理了 到一個程度 但是都是用焚燒的方式在梳理 那這個是原來的永達游泳池也關門的 然後他門口貼著 台藝營天賞村 玻璃門上面貼著叫做停止營業 停止營業 現在這個是最 各位看到拍攝的日期是4月30號 為什麼很多數字堆成一堆 因為不能一次燒 要慢慢燒 一次燒煙太大 旁邊的居民會抗議又去檢舉 所以他每天分批燒慢慢燒 這樣就不用請清潔公司來夾了 你想這樣子的董事會還有辦法去轉型跟辦教育嗎 這有可能嗎 那這是操場 操場現在荒煙漫草的狀況 這是以前的司令台 你看這個就是燒的灰燼 這個我想這個不是造謠 現場看到為什麼這麼多灰燼 我想這不是一根兩根樹枝 這個大概燒了一大堆 然後才能集中成這麼大的灰燼 那這個是一直未完成的鬼屋 這是永達以前的育成中心 到現在還是維持這種鬼屋的狀態 所以校園現在是蠻殘破的 連那個字 全部的字全部都生鏽 有的還快掉下來了 然後校園口為什麼這麼艷麗 因為他好像租給 那個霧台鄉公所做原住民的農場市集吧 就是前面那個廣場 並不是整個校區 所以原住民把校門口漆成七彩流泥珠了 這個你看糧亭破損整個倒塌了 的狀況 現在目前校園的狀況是相當的殘破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維護 這個是4月30號拍的 你可以看到摧煙鳥鳥 不是在煮飯 是在燒樹枝 這是以前的活動中心 垃圾的狀況 都沒有清理 這也是這幾天的狀況 停車場上面都是木棉花的花絮 這個是貼在校門口公告 請勿散入 違者依法就犯 事實上我不太敢進去裡面 以前的教室空間範圍 他意思就是說 你敢進去的話 我就把你抓起來送警察 因為他認為那是私人財產 這以上大概是我的分享 謝謝 我想第一個 我想跟各位先分享的就是 我們這些老師的心情 這三年來 我們算找不到工作 然後跟學校打的官司 現在竟然進行三審 上述三審 那我們感覺是 三年後我們發現 這會不會是一場騙子 我們感覺好像被騙了 騙了什麼 當初教育部承諾要照顧學生 輔導學生 維護學生的受教權在哪裡 當初教育部承諾的 要轉介老師跟輔導老師 又做了多少 三年了 他什麼都沒做 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話 打電話去問 教育部是疑問善不知 彷彿當初詠達的師生 在三年前的8月7號以後 就人間蒸發了 再不干他們的事情 三年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這麼大的校園 好像在代價而故 不知道是誰想去買 誰要去買 好像都可以 難道三年等待的 想看到的結果 所謂的轉型 就是看到像在擺夜市 擺市集一樣 校董把這些東西擺在市集上 看看有誰要買嗎 難道這個就是教育部要的轉型嗎 轉型 我們談的轉型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這個有螢幕這邊 這是 前天才到校園裡面去拍的 甚至 他的校門口的柵欄機 用竹桿板 連換柵欄機的 桿子的錢都沒有 去年台風有三個經過屏東 今年二月份去的時候 校園裡面的樹木東倒西歪 還沒有辦法整理 然後呢 我把它拍了一拍 把它PO到FB上面 前幾天去看 還在焚燒樹枝 為什麼焚燒樹枝 因為沒有錢 找清運公司來清 然後大量焚燒的話 會被開拔單 所以呢 就少部分 少部分慢慢在那邊燒 你們現在去校園裡面看到 怎麼這邊也有灰燼 那邊也有灰燼 因為到處都在燒樹枝 燒垃圾 這教育夫知道嗎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教育夫應該去看過吧 所以到這裡 大家發現 為什麼會講說是個騙局 時間正明顯 當初 學校董事會說 因為 不敵少子化 所導致他們必須 要 關閉學校 事實上真的是少子化嗎 真的是因為老師作亂 讓學校經營不下去嗎 我想不是吧 三年後我們應該看得很清楚 到底是誰關了勇達 教育夫跟董事會 他們聯手 要來處理這個校場 然後把老師跟學生 非常無情的趕出去 我想這是我們三年後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 我想 詠達跟高峰大概是一個非常慘痛的經驗 但是詠達的經驗是什麼 到了今年2月8號 教育部還在拍 還在開這個高教轉型的 條例的公聽會 2月8號 我的天啊 幾年了 三年了還在開公聽會 在聽什麼 打麻將聽牌 也不是這種聽法 三年了還在聽 然後他們想吸取經驗 然後我想 詠達的經驗是什麼 踐踏學生的受教權 然後剝奪老師的工作權 然後正體是什麼 校場的拍賣 我想這個就是教育部眼中的詠達經驗吧 那他這些經驗呢 各位我想 在 所謂的高教轉型條例裡面 大概也看得到 他們把詠達的經驗 就換在高教轉型條例裡面 還要產生多少個詠達跟高峰 教育部才會感性 接下來 我想最近大家都在談轉型正義 我們這些老師跟學生也很想知道 教育部的正義在哪裡 他很喜歡派典範嘛 什麼典範科技大學 典範大學 好啊可以啊 我們希望教育部來個典範吧 叫做典範清算吧 把詠達當作一個典範吧 清算給我看看 他敢不敢清算詠達 他如果真的敢清算私校的校場的話 大概就不會有各位剛剛進來的時候 門口貼的那個私校門審了吧 他真的敢把學校的這個財產拿出來心算嗎 我們希望三年到了 希望他依法而為 拿出破例 拿出破例 為所當為 不要再這樣子混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一定要有破例去處理 對高校才是最大的福氣 才能產生最大的注意 最後一點我想呼籲剛剛波毅所講的 三年裡面我請問教育部到底做了什麼 到底做了什麼 學校的校產包括不動產跟土地 但是不要忘了還有數量龐大的儀器設備 教育部這三年內有去關心過嗎 這些儀器設備不是學校買的 是補助款 補助款是人民的納稅錢 這些儀器還在嗎 在教育部都默示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不去輕輕看呢 學校的校產到底現在是什麼狀況 有沒有被變賣掉呢 我覺得教育部應該去了解一下 我想這個是 我們三年後一些老師的心聲 以上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